大家好 我是收看 好 多主意 本來是我 拿主意 我是萱 我是 事實上行業百百萬 最近大家都會調侃說 什麼小時不讀書 找到當記者 因為現在新聞媒體越來越多 平台越來越多 所以就代表我們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選擇當記者 不然寫新聞 當小編都可以 但是就會有一些 你為什麼自己哥哥姐姐放信案家 有哪些荒謬的記者言論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吧 嘟嘟嘟嘟 哈囉 好 其實在之前就已經有很多 台灣記者沒有極限的梗圖 就是瘋狂的流傳了 所以我們今天 就例如說那個 我們現在很基本 就像是那個 量那個血的深度 用什麼量 溫度計 所以他說 可以看到 將近20公分 那是20度 可是因為你知道有些 因為以前早期的 那個溫度計上面是真的有附一些池的 可是這一把是沒有的 它一邊是色色 一邊是華色喔 直接用溫度計往下一插 可以看到 將近是20公分的深度 可以看到 將近是20公分的深度 而且往下一插 將近是20公分的深度 但也有可能他非常掌握這個溫度計的 你知道全部的公分數 你再講這個 我講到一個玩笑的 你再講一下 嗯 這有一點地獄梗 但是 你講可能是星期天我們全家人在吃飯 在看新聞這樣 因為我爸爸是做工的嘛 所以他常常會肩肩酸痛 然後那時候就是我先吃飽 然後我爸爸就說 我爸爸還可以吃這樣 他說 他就說 弟弟幫爸爸捏肩膀硬這樣子 然後我就開始捶嘛 這樣捶爸爸的肩膀這樣子 然後那個新聞記者就突然訪問到說 一名孝子體恤媽媽工作太勞累 趁媽媽在休息的時候 幫媽媽做按摩 是不是一按 半身不遂 因為他用手刀 敲媽媽的頸椎 媽媽就 半身不遂 他是真的這樣有示範是不是 這一點 他就是 他就找一個飯桌這樣 然後他就坐在那邊 然後這邊他可能 我可能是要同事吧 不然就鑽命這樣子 然後他就走過去說 為什麼按個膜就會半身不遂了嗎 因為他用手刀幫媽媽按摩 我爸爸高零直接噴出來 然後就 他們都會 你知道重現現場的畫面要示範 這邊也有一個 跟你們剛剛那個很類似 來… 中間的林小姐林記者 她要講說那個 洗澡的時候可能會觸電 然後要再模擬這個畫面來看一下 楊小姐進到淋浴間正拿起蓮蓬頭 準備要沖水的時候 突然一陣電流經過她的身體 時間長達一分鐘之久 這個剪輯的人 很恐怖 長達一分鐘之久 如果今天是捷舞老師 然後捷舞老師轉職去當記者 電流傳過她的身體 長達一分鐘之久 好 再來這裡也是最經典的 恐怖風切 喜舞陽 然後他們用什麼來測試風切 用油條耶 可是油條是不是 還有戲劇效果 因為那個… 而且還有聲音 我們來測試她今天的風有多大 油條 吉拿棒 吉拿棒撐了五秒之久 Po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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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腸不斷 大腸抱腳掌 Pokey 大腸抱腳掌 吹不斷 好 這個很好笑耶 這個 妳做這個嗎 因為他們要播放那個 契爾夫人就是試試這樣子 英國前首相蔡契爾 然後她就是有那個嘛 她的外號叫鐵娘子 然後她放的照片是 英國女皇 雖然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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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雖然說 對 雖然說 對 雖然說 也是雖然說 雖然說 對 雖然說 我們懷念他們 我知道 有那個口氣 講到放縮照片 我們看那個狗狗的那個好了 對 這是呢 我自己看到那個肉條上面的 然後她在敘述那個犯人的樣子 這樣子的樣子 對 他就無視那個交通序 那個交通的那個燈號 對 然後她被逮捕 他嫌疑犯人的那個樣子 這是真來講的 這是真來講的啦 這是真來講的啦 聽他聲音 對 他無視 他叫導電帽 他叫他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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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笑著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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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島地容疑一下 答案 什麼 馬上有去截掉 間違 什麼 什麼 間違 這應該是假的吧 好 這邊我們 對 還有一些記者呢 就是你知道有些記者會問 想要問一下什麼 他們其實是想要從發問的時候 就是我記得朋友說的 他說他們問一些問題 其實是想要從對象那邊得到答案 或是說他想問他真實的感受 想問他的事 就是像之前我們都會問 就是其實很多記者都會問家屬 就是例如說他可能被凶殺 被殺害了 你現在很難過嗎 對 他想要親口聽到他說 可是其實就有時候 你有後悔嗎 然後可能就是可能發生一些山難 或是一些意外的時候 就去訪問家屬說 你今天有哭嗎 你會很難過嗎 你還想起你爸爸嗎 有時候我們就是為了想要知道 那個當時候的這個人 所以他們還會用這種 比較引導式的問法 這樣 對對對 然後他這邊就會問 然後那個記者就問那個小朋友說 你喜歡在這邊玩什麼 玩誰 還有那個戴著眼鏡呢 你有近視嗎 沒有啊 這是無度數的喔 還有那個有一些很特量的 你剛剛不是講的那些器材嗎 怎麼樣測量 這個是前陣之前也是很有名的一段新聞 大家知道900毫米可以來到900毫米 可以來到900毫米 雨量將是全台直觀 美濟財富玉郭江帶來總雨量 最多900毫米 900毫米就是這麼多 這麼多 這麼多 太少了吧 你要量頭吧 大家知道怎麼算那個毫米量嗎 你知道喔 我知道啊 是算你這個降雨區域的整片面積 它長起來的那個高度 不是說你這個600毫升 它就是 今天下一定要600毫米 那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台灣可能一天會下 幾百萬幾千萬的雨 不下一條耶 好 再來下一個 這個也是很好 很棒 有一個朋友他遇到了 製圖找人求救過嗎 那根本找不到人啊 那只有找到一些猴子 猴子會講話嗎 他這樣氣著說 我有找到一些猴子啦 他都會講話嗎 真的不會 那記得他為什麼 因為他真的是附近沒有人 沒辦法求救嘛對不對 然後還有再來下一個什麼 這個也是很精采 這個 請站的數位不擔 對 請站的數位不擔 所以它是先持槍然後才開槍 它不是你做的 一定要先持槍才開槍 就它不是拿著槍進去 它是拿著槍進去 是會是吧 它有先有一些對方 對 所以它是先持槍然後才開槍 而且它剛這樣子耶 你的問題是 神之疑問您是 它會這樣這樣子 對 所以它是先持槍 所以它是先持槍 所以它是先持槍才開槍的嗎 對 它是先持槍才開槍 它先持槍 所以它不是先拿著槍進去 所以它就是先拿著槍進去 它就是先拿著進去 你的問題是 好的 接下來我想要分享一個 就是我之前在YouTube上 看到一個節目就天選之道 然後是由我們的主播亞鈴姐 陳亞鈴主播 它主持的節目 然後它也因為這個節目 拿下金鐘獎 就自然即時節目那個紀錄的 對 然後我看到這一段的時候 因為他們去了洛杉峰的故鄉 恆春就是風非常的大 對 然後它真的非常的辛苦的是 就體驗那個風到底有多大 那我們現在看它有多大把 這個東西風的威力真的非常的強勁喔 好危險喔 實在是很強 對 切 太強了 我眼睛都睜不開了 來了 它拙日在戰 但是其實風 因為它是季節性的 風飛非常的大 劫真的很危險 好大喔 好大喔 恆春出身的啃冠處解說員 林琼瑤帶路 連當地的導覽員都跌倒了 哇 很美耶 這景不滿好看的喔 風真的是超大 這邊已經 好乖 好乖 天 給了一個金鐘獎 給了好不好 評審真的給對了耶 給對了 給到了 對啊 這邊已經 雙的膠要趕快爬起來 否則得吃更多殺 就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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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笑到這個 恭喜姐 憑人這個天選之島呢 然後榮博金鐘獎 恭喜你 所以真的是記者 他們一定要實地去感覺 對 才能夠把 一定要跑過現場啊 對啊 才能把他們描述 對 而且這個才是真的就是 他真的用身體力氣去撤那個風 讓大家知道那個風到底有多強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 就比較荒謬 比較有趣的一些新聞內容 但是呢 其實還是要跟你有很多 很專業而且很辛苦的 在為我們帶來第一線消息的 真的很想要把很多故事啊 我們看不見的地方的一些角落的事情 帶給大家的這些記者 所以我們也辛苦了 好 謝謝 好 那這邊呢 也要提醒所有的朋友們 我們讀到這些資訊呢 我們就可以再三的確認這樣子 有些資訊可能是 有些模擬兩可的地方 經過查證之後再去分享 對 但是也是因為新聞的關係嘛 他們會得要吸眼球 所以說他們可能會用比較誇張 或是誇達的方式 對 所以我們也不要太容易被影響到心情 是 但是優質的節目還是要支持 亞莉姐你贏了 嗯 亞莉姐你贏了 恭喜你獲得金鐘獎 我去看一下自己的剪輯 好 下週見了阿督主 我是屑屑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他跳起了電流 英文WEF 而且他就真的到一萬周 我們把鏡頭交換給彭的A球波 哈哈